大家好,早晨8点13分啊 这个广东潘雨这个村委会爆炸案最新消息啊 这个船啊,传说,据传当场就死了6个人啊 这昨天的事吗,昨天上午10点的事啊 昨天上午10点就是广州市潘雨区 画龙镇明京村 哎,明京村,我想起来 去年吧,还是前年 江西啊,一个杀官员的,杀贪官的一老头 叫明京国啊,后来抓起来了啊 江西明京国,这叫明京村啊,爆炸事件 这个有消息称啊,是村民不满旧城改造 这个分配,应该是分配 旧城改造是市油,最后是利益分配 不满,给村委会炸了 当场炸死6个人 说是,是因为贪污 据知情者说是因为贪污 有人趁该村开村委例会 大家都聚集的时候 这些委员啊,书记啊,副书记啊,这些官啊 聚集的时候用炸弹炸的 说是,说放炸弹的这个人是有多绝望啊 人家才会采取这种方式啊,同归于尽 好好查查潘雨的,潘雨的吧 贪官吧,哎 你查哪哪都有问题 是一个全面性的覆盖性的腐败啊 不腐败反而不正常 腐败是这个体制必然衍生出来的现象 是征收分钱不合理啊 村民带雷管在干部身边引爆了 无死 他本人死了 另外有五个人死 是干部啊 政府书记都没了 哎,挺好 哎 这些书记都非常可恨啊 然后有人留言了说 我去过浙江的农村 当地的干部贪污很厉害很厉害的 盖的房子特别好 特别奢华 当地老百姓说的 贪污征地款 在当地是普遍现象 然后又有人说了 腐败成灾的国家 啊 从上到下都烂透了 还和人家谈什么普世价值 没有资格 啊 最近这种事好像比较频繁 发生多起灭门案 然后又有人说了 这是冰山一角 现在觉醒的人 看明白的人也很多 嗯 这有个消息啊 这应该是前一段的消息了 这个人抓了一段时间了 广东省副省长叫刘志庚 敛财超九百亿 一己之力 超越八国联军 比八国联军当年的赔款还多吗 倒是没那么多 但是也不少了啊 副省长 那负的就九百亿 那挣的呢 是吧 别说一个副省长